伊朗方面近期也密集地发声了 说如果是华盛顿继续对德黑兰发动侵略 伊朗将会扩大美国的无人机收藏 伊朗总统鲁哈尼也指责美国激化了海湾紧张的局势 伊朗如此强硬地表态背后拥有着怎样的政治筹码 那么美国伊朗是否已经游走在战争的边缘了呢 现在看伊朗的筹码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个是自身实力 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包括欧洲国家 包括整个国际社会 对它核能力发展的那种担心 希望核协议能够延续下去 当然了还有一个筹码 就是伊朗对美国的政策的脉搏摸得非常的准 像这一次的举动应该说应对大胆 但是并非蛮干 伊朗最终把美国的无人机击落了以后 是公布了一系列的证据来证明 美国无人机是侵略了它的领空 因此从伊朗军方的反应来讲没有毛病 而这一点美国尽管认为 就是伊朗拿出的这些信息不专业 不如自己专业 但关键的问题是 美国没有拿出自己的无人机 在国际空域飞行这样的一个证据 因此现在看 美国对于伊朗这次拿出的证据 事实上否定的并没有实际的成分 那么这也是伊朗政策拿捏准确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伊朗也有它的难处 它的难处就是在于 既要向欧盟施压 但同时又不能把欧盟推向美国那一边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 伊朗现在是要求欧盟国家 在60天内表明这样的态度 就是你必须严格遵守核协议 严格遵守你对伊朗 所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 但现在问题是 美国也同样在向欧盟国家施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欧盟能不能扛得出 伊朗非常非常的担心 因此呢 伊朗既向欧盟施压 要求你恪守承诺 但是又担心 如果欧盟真的倒向了美国 那么对它来讲 也是不利的一个状况 好的 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